南韩总统李明博 周三在宪瓦台举行的 就任四周年记者会 特别向中国喊话 希望中国政府根据国际公约 处理北韩难民 勿将冒死逃离北韩的民众 牵绊回北韩遭受迫害 日本明古屋市长何村隆之 日前向中国大陆官员 否认有南京大屠杀仪式 南京市政府星期二晚间宣布 将暂停与明古屋市政府间的 官方交往 香港媒体引述消息人士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已向政治局请辞 重庆市委宣传部周二否认消息 中共中央电视台 周二晚间新闻联播的新闻中 拨出了重庆书记薄熙来 在前一天出席政治局会议的画面 香港民放报道 预料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王立军事件定性前 不会做出任何公布 香港媒体披露 21日清晨有网友发现 大陆最大的百科网站 百度百科首度出现赵紫阳四条 并称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 赵紫阳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中 被指犯下政治错误而遭罢处 现在已在中共十八大幻界前夕 扩准出现在网路上 值得观察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